Hello 大家好 對於身在海外的朋友 其中要適應外國生活最關心的其中一件事 應該就是吃了 平時一些朋友或者家人會寄一大箱包裹給你 在包裹裡面 佔著大部份的就是一個即食麵 或者是香港的零食 都市傳聞就是說 外國的即食麵是非常非常難吃的 所以才要家人在香港寄一堆即食麵過來 到底英國的即食麵是不是這麼難吃呢? 在英國買到什麼的即食麵呢? 在我面前的這些就是很輕易地在英國最本地的超級市場 例如Tesco、Sainsbury's、Waitrose這些地方 在我們亞洲的食品部的位置 都很容易找到這一類的即食麵 它的味道跟我們吃開的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我就會和大家一起去伺服我眼前的這堆即食麵了 第一樣我要試的是這個新辣麵 這個新辣麵就是我們平時在香港吃開的包裝 除了這一隻我們吃開的新辣麵 在超級市場找到之外 它很多時候在旁邊都會有另一隻的選擇 就是這隻Kimchi版 現在我們就會試一下它們的分別了 這兩個就是… 啊!我真的… 我還在做什麼 這個是有一個月麵 這個也是有一個月麵 加兩包的乾蔥乾菜 我猜還有不同的味粉 面前這兩碗就是不同版本的新辣麵 我現在就開始試吃了 第一口真的好辣喔 第一口真的好辣喔 好味呀 好味呀 哇!好辣呀 這個好辣呀 完全就是… 我平時在香港吃開的那個… 起碼是三倍辣 不行我要喝點東西 好辣辣呀 搞不定 喝個椰青水… 先說一說吧 有椰青水舒服了很多 總之呢 我們… 我們… 我們先試一下那個… 那個… 那個… 搞不定呀 這個新辣麵不是吃得辣的人 請來不要買這個原裝新辣麵 或者… 加一半包粉 還有什麼隱藏吃法 或者加奶加成的 那些可能都可以試試看 用之下是超辣的 現在就試試這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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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辣麵 喝一碗糖 我真的手抖 大哥害怕 好很多… 這個是帶點甜味的 酸甜的味道 又是KIMCHI的 是KIMCHI的味道 是KIMCHI版的湯就是這樣吃 很明顯KIMCHI版的那個… 是淺色一點的 聞起來也是新辣麵的 那個是辣一點的 現在試一下這個麵 這個是甜一點 沒有那麼辣 那個辣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搶的 嗯… 這個很好吃呀 我覺得它EVEN好吃 我平時在香港吃的新辣麵 它帶了… 甜一點的味道 微微的辣 這個微微辣是調味性質的辣 是好吃的 而且那個… 超辣新辣麵 它真的比香港辣很多 不吃得辣的 千萬不要買到英國買到的原裝版新辣麵 你一定要尋找KIMCHI KIMCHI版新辣麵是極度好吃 第二款要試的拉麵就是這個 出甜一丁 這個就是雞肉味 雖然它的包裝不同 但試過的味道是跟香港的雞肉味是一模一樣的 至於呢 這一包就是出甜一丁的咖喱味 咖喱味我在香港完全沒找過 香港吃到的出甜一丁有… 香港出甜一丁在哪裡製造的? 香港出甜一丁應該就是香港製造的 這裡的出甜一丁全部都是匈牙利做的 到底匈牙利製造的一丁是甚麼呢? 現在我就會試試這個 完全沒吃過、沒接觸、沒見過的咖喱味 這個麵質跟Gucci一定是一樣的 這個湯是鹹味、有一點點咖喱味 不稱得上是紅味 我也不知道它叫有沒有咖喱 它介乎有沒有咖喱之間的那種味道 卡羅邊薯片、咖喱粉、拌進去混合雞粉的那種味道 難吃就不是難吃的 但好吃就不是好吃的 這個鋸有一點夠不搭 它是沒有芽油、不夠香 鹹一點的雞粉味 它是不是窩味? 我剛才窩味,我稍後回來再說 下一包要試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Rachel's買的 Rachel's有一個地方專賣壽司 看一些不好吃的壽司 它那個Aria那裡是放了很多不同的即食麵 其中一個即食麵是超多的 就是這個牌子 叫做Missor Ramen 波蘭製造 發現它很多不同的即食麵 其實都是在東歐製造 剛才空崖尼 這包是波蘭製造的 超懶人拉麵 基本上不用煮 就是把麵加粉 倒進碗裡 滾水 倒下去焗三分鐘 它麵質地一看就知道是難吃的 它的湯是那些 腐皮豆腐的那種汁 拌滾水的味道 完全是超甜的 閉上眼睛叫我去試這個味道 問我什麼味道 我完全說不出這個是麵糞味 這個是糖味 對這個很期待 不行,它是超難吃的麵質地 我知道它的麵質是不是 大家記不記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年代 這個年代還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迷你的 合味道杯麵 不知道有6盒還是4盒 很小的那一盒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它的麵質地就是 Exactly那個麵質地 難吃 這4個就是外國人出品的外國人即食麵 當地人應該是覺得很好吃的 因為我曾經去過超級市場的時候 我看到外國人的整個腩子是雞味的 這隻麵 團糧那隻團糧的 這隻麵應該是外國人界的即食麵來說 也是王牌來的 最常見的就是這隻雞味 大小超級市場都可以找到這隻雞味 我今天就買了這個 Bacon味 還有一個 就是咀嚕味 還有一個炒麵味 這個即食麵 類似韓國炸醬麵的整法 不要太多水 少許水浸過麵 讓它可以煮熟了 稠稠的水 你就放醬進去 拌勻 是一個拌麵的吃法 除了最有名的雞味之外 我會試另外這三隻 看看是什麼料子 我會試過的煙肉味 這個Bacon味 就是這個樣子 剛才我煮的時候 已經聞到很大股像薯片的煙肉味 你可以看到這個鬼攪麵的麵質 是比較溶爛的 很容易變成糊狀 拌勻就可以會爛了 很難吃 它真的有煙肉味 完全失敗 不要玩了 這個就是咀嚕 這個就是雞 它們很相似 但你會看到一點不同 就是咀嚕是比較深色的 先咀嚕 是藥材味的 我完全吃不到咀嚕 也無謂再說 總之有難吃 最好吃的應該就是這個雞 因為這個雞味其實我平時也有賣吃的 嗯 這個雞味不錯 雞粉拌勻 比較不是很有味精的雞粉拌勻 所以雞味不錯 雞是完全沒問題的 我不知道是驚喜還是福 這個就是炒麵味 一聞就是非常甜 應該加了很多糖 炒麵真的問過炒麵和味 不行 不甜不鹹的 難吃的味 所以一句說完 只是雞味可以選擇 其他 收到工 在英國如果你想買香港吃的 比較大陸的麵 其實在唐人街或者是韓國超級市場 即是Oceo Hmark 也很輕易找到 韓國的即食麵 其實在Oceo Hmark 是超級多選擇 我覺得是多選擇過在香港 尖叉咀韓國街 如果要買即食麵 我也覺得強而建議大家 經過中超或者韓超 自己的大陸進入店 外國的即食麵 他們的味道真的 不太合我們亞洲人的口味 因為我剪片的時候 我才發現 我是沒有拍NTAG 我從來都沒試過 一天之內 吃這麼多即食麵 第二天我打算吃青梯 精精腸胃 或者吃牛油果 吃秋葵 誰知道我瓊吞了一包秋葵 才發現秋葵應該是不太適合我 我那晚是腸胃炎式的肚痛 第二天一吃東西 又在那裡狂捨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用生命來拍攝 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